凡夫众生需要有違法的原因是 大家都在烦恼的此案 盛佛仲需不需要有違法? 各位佛師慈悲、各位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請放獎 在《金剛經》中,很多時候有些人知道不知 或者在佛教界中,往往被人的感覺 都是說一句,不要太執著 但是往往這些問題,很多時候在你身邊會發生 真是新鮮滾熱辣 在應該兩個星期前的學佛入門班 我們第十一屆的初班,現在已經是進階班 就講到,教唸珠的使用的時候 同學真的很好笑 聽得多,聽到可能 你知道的,道聽途說很多 我們就說 在一部《木幻子經》中說 如果你經常拿著唸珠 唸一片去唸南無佛法僧 佛陀,達摩,生家 如果你唸佛法僧 一片的話 得的功德無可限量 如果唸滿二十萬片的話 不得了 你平時不是經常唸佛嗎? 唸滿二十萬片他怎麼說呢? 如果唸滿二十萬片,兼且身心不亂 命中之後 得生第三嚴天 嚴摩天 夜摩天 聽過了吧? 依食自然而得 常安樂行 然後就講了 有不同的才質的唸珠 你唸一片的時候 就得多少多少功德 譬如說你用菩提子 用水晶珠 得的功德有多少多少億片 多少萬片 到最後 如果你用菩提樹的種子去唸的話 因為你與佛果 與佛聖相應 你得的功德是無可限量那麼多的 結果同學就問一個問題 那就是貪 你覺得常不常見呢? 這個問題 如果你在這裡說 念這部經有多少功德 用這個法門有多少福報 用這個法門又能夠滅多少罪 好,請問 第一個問題問你 有沒有著想? 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貪? 第三個問題 我一定會問你 那你收還是不收? 那你又說別人貪 這個就是問題 說的時候 嘴巴說 很容易 說別人 人家要功德的時候 你就說別人貪功德 好,到了你自己 病了的時候 聽聞 我剛剛說完念珠 你回去趕快找櫃桶底 有哪些款的念珠 就拿出來 就去逐樣對 拿回初班的時候的那些碌屎 出來對 這個就是多少功德 又有水晶 又有蜜蜜 又有珊瑚 又有馬路 你拿了很多的念珠出來 好,結果呢 說的時候 我們說別人 你一定說 你這樣貪功德 你這樣求功德 你這樣著傷 但是到了自己的時候 你真的會想一下 既然這個 有這麼多功德 那個有這麼多功德 我呢 都是選擇用什麼珠 是不是 那你就想 念珠 有這麼多功德 這件事我經常都會遇到 一落堂 那些人就問了 師傅 我是不是應該不要用那些計數器 用念珠呢 這是一個問題 正常的 很多人都會問 好,第二個問題 那些人就問了 其實 有個念珠在這裡 是不是都是有卦外呢 好了 而為什麼我在今天《金剛經》 好像提出一個 好像很實際的問題 有些聽眾 就發出一些問題來問 他說 糟了,為什麼我聽一下聽一下 好像發覺有一些灰色地帶 就是學佛學得久了 而自己一個行為 一句說話 我都會很擔心 其實 對不對 就用回念珠 剛才我已經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念珠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用還是不用 好了 你選擇了用之後 你就會想 要用什麼才質 到最後 我選擇用 又選擇了什麼才質的時候 你就會輪輪轉回原地 第一步 你就會問 究竟我應不應該用 以及應不應該去選什麼才質 如果要用 以及選擇才質的話 是不是執著 你有沒有覺得是一個圈 你又回到起點了 你又回到起點了 那我究竟用還是不用 你想不想 升字的一把 好像說 你醒一下 那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 開步 用還是不用 好啊 用吧 用好像精準一點 好了 用什麼好呢 選擇了 好像水晶一樣 或者選擇了沉香 選擇了 選擇完之後 聽得久了 不是一二三發生的 可能是在一年至三年裡發生了這三部曲 第一年選擇用 第二年開始八卦了 聽一下聽一下多了 選擇什麼才質 用沉香 好啊 用一下用一下的時候 耐久了 第三年就有人告訴你 其實不應該執著是什麼料 你用一些膠珠念也是可以的 好了 然後到最後 既然念膠珠都可以了 其實呢 心中有珠 就勝過手中用珠 那你又回到第一步 那究竟用還是不用 好了 那現在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學佛 學得來 好像 走了一段時間 永遠都要停一停想一想 那究竟是否正確呢 是否正確呢 還應不應該繼續呢 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金剛經》裡的開示 正正和這個很實際的問題有關 就是信佛信得久了 有些事情亡失了 回到原地 又開始由零 又走回到一 往往都是走三步又走回到零 我覺得你們不是辦法 故事在《金剛經》裡的開示 借到說一下 今天我們的主題 希望是說 你如何 需要 並善用 有違法 唉 怎麼提的 如果你一聽聽這個題目 你聽得明白 其實可以放學 然後上班 大家就吃飯 是的 其實要不要有違法 既然要的話 我們又如何善用有違法 那就行了 去到哪個境地 我們根本都不需要 去運用有違法 也可以收工 總之就是三部曲 需要不需要一個問題 既然需要的話 如何善用是一個問題 善用到某個層次的時候 剛才我們中過了 佛語 當你到彼岸的時候 其實是否有些事情要放下 放下 又代不代表不用呢 這個才是問題 放下 代不代表不用 現在很多佛弟子 搞來搞去搞不明白 就以為去到第三步 我善用完 我到彼岸 甚至乎成佛的時候 我應該放下 他就以為是放棄了有違法 或者不用 停用有違法 這個是問題 放下並不代表停用 放下不代表不用 放下不代表放棄 對不對 大家都可能有很多經歷 例如可能是失戀 或者親人離世 好了 有些人學佛學得久了 就叫你 我們應該要放下 你忘記他 放下又不代表忘記 放下而已 不代表這個人 在你生命上沒有出現過 是不是 你日後都依然可以做很多功德 去利益他 他依然可以往生善處 其實需不需要有違法 你先回答我 你需不需要有違法 凡夫眾生需要有違法的原因是 大家都在煩惱的此案 如果我們不用有違法 是不可能去到涅槃的彼案 好了 就用念珠去計算 如果你修觀音法門 無論漢傳還是藏傳都好 他都建議你去用水晶珠 用水晶的念珠 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 當第二天觀音菩薩成佛的時候 他國土的地 全部都是流離水晶的財質 你能夠跟他相應 好了 而當中 其實那條豬 只不過是一個所謂有違法 因緣和合的方便法門 你是否真的要去這麼著緊那條豬 好了 其實我們串豬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對於凡夫眾生來說 其實不是 但是他是一個幫忙 因為沒有這種財質 你是不可能跟觀世音菩薩相應 或者難一點 你不記得起 其實我們作為凡夫眾生 我們需要有一些東西去幫忙我們 去生起正念 原因是我們無始以來 生的無明煩惱 加上這麼長時間的雜氣 是令到我們無時無刻 都會起惡念和做惡業 但是 如果你有些幫忙 有些方便法門 有些有違法可以協助你的話 你可以容易些 去將那些漏雜放下 然後去偏向好那邊一路修正 所以作為凡夫眾生的我們 是必須要有違法 第一個問題答了 是不是 好了 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的是 如果凡夫眾生需要 你需要到何時不需要 那麼深 選擇題 又來了 需要到何時我們就拿到最終極 成佛還需要有違法 這個問題是整股 成佛之後都需要有違法 我們逢星期四還在《法花經》 他也說了 我出現於世間 無非於一個大事因緣 我因爲一件事出現世間 開示眾生令其誤入佛之間 開示誤入 如果佛不需要有違法 他根本開口說也不需要 成佛 需不需要有違法 我們要通過有違法成佛 成佛之後 度眾生要不要有違法 要有違法 但是只不過在哪裏落墨呢 我們需要有違法 但是不代表我們執著有違法 就好像《大智道論》那樣說 佛陀曾經說過 他說他為什麼都要用口宣說佛經 就好像一個80歲的老人家 其實他是一個很厲害的跳舞老師 但是他已經不需要用跳舞去治癒 他不需要靠這件事 他已經夠開心了 但是為何到80歲這麼大年紀 還要去跳舞 是因為他要教自己的小朋友 學生去跳舞 即是說當你已經去到手中無劍 心中有劍的境地 但是到最後你都真的七老八十 為什麼都要拿一把劍來耍 因為那些招式雖然你已經熟練 但是你的途中學生 是一招半式都不懂的 你就要教他 當下你教他 其實你有沒有執著到? 沒有,我教不教你 和我認識不認識是兩件事 因為我完全認識 但是我都要拿出來沒有給你看 你才能夠明白 什麼叫做有違法 什麼叫做無違法 所以其實你作為凡夫眾生 由現在煩惱的此案去到彼岸 你需要有違法 你並且需要善用有違法 令到自己治了生死輪迴 然後令到眾生都能夠同成佛果 但是去到成佛的時候 很多人就誤會 我們需要放棄有違法 甚至放下有違法 去到成佛的時候 如果還要提醒自己放不放下有違法 你有問題 你應該不是罰你 是不是? 但是我們說成佛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要討論於放不放下有違法 其實如果你去到成佛的時候 你還要討論是否放下有違法 你就等於還是擔著船上岸的時候 還擔著船在那裡走 因為佛法裡面 它不只是告訴你 哪些是有違法 哪些是無違法 佛法一個很大的層面 還在教你如何放下有違法 但是放下不代表不混用 就算凡夫眾生也好 直至成佛也好 在過程裡面 我們只是學放下 而有違法是有利於我們 一,積累恩怨,功德,福報,智慧 而我們有了這些條件的時候 我們是能夠具體地實踐放下的法門 即使我們去到原本佛果 能夠放下一切 無生任何的掛外執著都好 但是我們依然會 因為慈悲的緣故 於一切眾生運用有違法 而令一切眾生可以同登給我 我們希望今天金剛經裡面 所開示的一切 般若的智慧 能夠令我等可以同入 與來智慧的大海 同乘無上佛菩提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為何要在末法時候 廣宣妙法蓮花的法門 尤其是還要在末法的時候 在樂世裡面更加要廣宣這個法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